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上升一个平台会增加一级 然后到最上面是出现一只100级的神兽 使用的道具方面是15个厉害商药 6个全板商药 6个PP多样小补技 2个活力碎片和1个活力块 好了 我们开始大小狐帕的挑战 第一只是中烟狼人 炎石系 炎石系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针对他的 这两只狐帕的招式都比较单一 并不是很多样 我们用一下暗影球试试 他用了隐形炎 好的还不错 我这暗影球攻击力还是不错的 他用了落石打我这么多 我赶紧升级啊 好危险 再来一只 Como 这么快就来Como 不过我们并不怎么怕他 因为我们有这个超能力系 一次原动 轻量化 速度提高 没有秒 他的速度提高了 我再来个一念头锤 他用了刺二升 耶 他躲避攻击了 一念头锤 又刺二升 好 这次命中 哇 战胜了Como 幸好被我们克制啊 来 下一只 是谁呢 石梦梦 来 我们上大狐帕 大狐帕 鬼系恶系都可以 我们用恶之波动 好 秒杀 很成功 哇 经验好少啊 大狐帕还行吧 先不治吧 再来 勇士雄鹰 大狐帕 来 暗影球 他有一般属性 影响不到 oh no 那我只能用一次原动 还行 哇 他用了什么 直接体力不支了 诶 为什么我这还显示有雷弓和炎帝呢 换人的时候 狐帕上 一念头锤 好的 战胜勇士雄鹰 那么我们已经死了一只狐帕了 得把他复活 活力碎片复活了 好 还得给他喝商药 比较好 来 给个商药 ok 有点出师不利啊 这么快就已经用了一个活力碎片了 这次是谁 音箱帅 哇 重细的 我们最怕了 我们用一招 恶之波动 哇 不错 就差一点点 哇 他打我也好多呀 恶之波动 好了 赢了 走 继续前进 这次是谁 哎 树林龟 哎呀 也不好克制啊 来 打火怕上吧 嗯 我们用什么呢 暗影球 好 一半以上就可以 我知名一击呀 差点打死 非夜快刀嘛 他是啊 好厉害 暗影球 还好是我先出招 哇 好险 差点又要复活 不怕呀 赶紧回一个吧 直接全满 不行 全满商药 后面应该有用 先用两个厉害商药 下一只 刺球先人掌 好 我用一下小狐怕 来 小狐怕用暗影球 好的 秒杀 再来吧 滚石蝙蝠 滚滚蝙蝠 哎 这个不多见 大狐怕上 大狐怕 一念头锤 好 一半以上 他用了空气利刃 对我效果并不是很好 一念头锤 好的 滚滚蝙蝠 倒下了 一万经验 这次是小嘴窝 好 又是虫蝙 我们还是大狐怕上吧 大狐怕用 二只波动 哎呀 差一点点 他用了吸血 超级吸血 没用 二只波动 好的 才一万经验 太少了 来 下一个 是谁 晃晃斑 那么小狐怕级别 级别有点低了 小狐怕 鬼系没用 所以我们只能用 一念头锤 他躲避攻击 用了撞击 没有影响到我 好的 他一般吸对我也没用 那么一念头锤 好 一半以上 他又影响不到我 他只有一般属性 一念头锤 耶 这次是谁 千维蝎把我抓住了 那我只能用个 暗影球了 哎呀 没有打死 他用了瞪眼 很好 再随便用个什么就行了 一念头锤 OK 轨迟 轨迟 轨迟算了 不学了 继续啊 下一个是谁 橘石兽 那么小狐怕 来 级别都得升着 哎呀 我似乎应该专门升大狐怕比较好 大狐怕我觉得比较有用 暗影球 秒杀 OK 轨迟不学了 我们集中先把大狐怕的级别提上去 来吧 双尾怪手 大狐怕上了 一次元动 他用了珍藏失败 哎呀 没有打死啊 一念头锤 他高速移动 OK 再胜 下一个 神兽雷吉斯奇鲁 雷吉斯奇鲁是刚系的 暗影球 哇 完全打不动 加冬光炮 哇 他防御力好强啊 恶之波动 恶之波动好一点 他用破坏光线 我这一下要打不死他就倒下了 拼一下吧 耶 赢了 大狐怕你辛苦了 来回一下 再来下一平台是谁呢 勇吉拉 好大狐怕 教训他 恶之波动 他用了吸法 失败 好的秒杀 完全克制 闪光呢 出现吧 鲤鱼王 哇 金色的鲤鱼王 一念头锤 秒杀 鲤鱼王比较弱 经验好少 继续战斗 是谁 皮可西 大狐怕的恶系被他克制 我们上小狐怕吧 潜灵七席还没用呢 我来用一下 消失魅火之胜 躲避攻击 看我的潜灵七席 好还不错 再潜灵七席 我又消失了 他使用了变小 回避率提升 怎么样了 好 还是命中了 耶 出现吧 托格德马尔 那么大狐怕 我们用恶之波动 致命这次 哦不对 我应该上小狐怕 小狐怕的鬼系 可以不怕虫系 大狐怕的恶系 是被虫系克制的 哎呀 又加上超能系 所以是四倍被克制 糟了 大狐怕又死了 小狐怕上 我决定用 暗影球 他用了蹭蹭脸颊 麻痹了 Oh no 暗影球 我完全打不中 好 这次打中了 但是他速度 好像要快一点 我先回个血吧 厉害上要 回血 OK 他用了致命真刺 哇 打我好疼啊 不行不行 还得回血 回血 OK 又致命真刺 不行 我要跟他战斗了 托格德马尔 是吧 暗影球 哇 倒下了 完了 我们今天的 大小狐怕都倒下了 只有雷弓和炎帝了 这两个是出问题的 没有换下去的 所以今天挑战失败了 应该算是了 但是我还有 这个活力碎片和活力快 那我还应该 可以再试一下 好 我把小狐怕给复活 复活 然后再试一下 来 我们这次换一找 我们用 潜灵奇袭 他使用了电磁标符 好 我消失了 怎么样 我潜灵奇袭不错 再潜灵奇袭 致命真刺 哇 我没有躲过 我消失 好 躲避 耶 干掉他了 好吧 终于把这个托格德马尔干掉了 重戏对我们威胁还是很大的 这下大狐怕 哦 大狐怕也可以复活 用一个活力碎片 但是呢 这下已经没有复活的机会了 形势很严峻呢 我给大狐怕治疗一下 小狐怕也治疗一下吧 不能死了 现在不能死了 伤药留着没用了 如果死了的话 继续我们艰难的挑战 再来 尼多朗 读戏的好说一点啊 来 一念头锤 他又躲避了 脚钻 尼多朗又脚钻 一击必杀 哇 只剩小狐怕了 一念头锤 我就不信命不重 我的天 这下只剩小狐怕了 哇 小狐怕会创造奇迹吗 来吧 汤嘟嘟 我们有鬼戏啊 暗影球先出招了 他用什么 他用脚紧 还好影响不到我 暗影球 好的 干掉了胖嘟嘟 我觉得小狐怕也回一个吧 只剩下他了 必须把所有 哎 伤药没用上 再来 小狐怕 小狐怕 好了 回满 闪光的平台 我们看小狐怕能不能创造奇迹 被抓住 死神关 这肯定是鬼戏了 暗影球 哇 没打死 他用力量平分 还好 吓死我了 暗影球 可以了 耶 三万四的经验 精神强电 终于有个厉害的了 精神强电 可以剃掉头锤 命中率百分之百 太好了 一念头锤去掉 好 还有没有机会创造奇迹呢 闪电锡 来来来 它是电锡的 暗影球 影响不到 哇 它有一般锡 Oh no 使用了摇尾巴 我防御力下降 那么精神强电 耶 秒杀 再来 尼多王 来吧 别跑啊 啊 这尼多后 尼多后是吧 精神强电 他用大地之力 好 哇 精神强电都没干掉 再来精神强电 他用大地之力 哇 我还费了这么多血 回一个 不能大意啊 小胡怕回一个 OK 来继续啊 是谁 怨影娃娃 鬼系的 速度应该没我们快吧 暗影球 我先出招 叶秒杀 再来 这是到了多少平台了 来 84级的平台了 索罗亚 恶心的 哇 四倍克制啊 再下完了 超能系无效 鬼系效果不佳 但是我也只能用鬼系啊 潜力气息 消失了 他用了高速移动 好 他没有攻击招式的话就好了 好 潜力气息打一半 但愿他没有攻击招式 潜力气息 我一滴血 哇 一滴血 我干掉他了 狐怕居然一滴血 我运气了 这次运气太好了 小狐怕的运气太好了 全版上要 哇 刚才我以为已经结束了呢 血量刷就掉下来了 哇 居然给我剩了一滴血 再来 美丽花 上罢小狐怕 精神强念 都打了一半以上 还用了花瓣舞 好 精神强念 可以了 四万经验 太好了 这次是谁 恶呀 过来了 挨压求孤 再来 精神强念 好 秒杀 秒杀了挨压求孤 继续 这次是谁 龙王蝎 好的 还是适合超能蝎 精神强念 他用了撒灵 毒灵 影响不到 有恶蝎 哎呀 这下不好办了 只能用鬼蝎了 潜灵七蝎 他用了毒灵 怎么样呢 消失 我躲避攻击 只打这么点 完了 这个龙王蝎 太克制我们了 超能不行 鬼蝎打的又少 暗影球 他用了剧毒牙 好 还行 我用伤药 说不定能扛住啊 厉害伤药 不怕回上 好的 他用剧毒牙 这次扛的不错 但是中毒了 哦 no 暗影球 还有剧毒牙 耶 干掉了 我终于干掉他了 但是我中毒了 怎么办 不怕 快点 回一个 只剩下四个伤药了 闪光的 哥德宝宝 来吧 哎呀呀呀 别跑 暗影球应该可以秒杀他 没错 秒杀了 下一个是谁 铃铛响 来 这都适合鬼戏啊 暗影球 好的 干掉了 我们来回一个技能点吧 不要等到全没了才回 现在反正 所有药都是小不怕的了 都给他用上吧 来 这次是谁 张鱼童 我们来用精神强健 好一半以上 他用了什么 命中率下降 哇 还被剧毒 精神强健 好的 干掉了张鱼童 这次是 啊 过来了 马基亚娜 哇 散光的马基亚娜 是黑色的 哇 黑色的马基亚娜 这次相当危险啊 我这个血量容易被他秒 我先 我先回一个血吧 厉害上要先回一个 看看他用什么 他用了西法防守 还行 他如果没有好招式的话 倒是还有可能 超能力对他效果不佳 鬼系还是有可能的啊 潜灵气息 好 我消失了 哎呀 打得不对 我一直被剧毒 这是问题啊 暗影球 他用了换挡 我的暗影球 好 还行 还行 安全起见 我先再回个血啊 厉害上要 再回一个 不能大意了 好 他用了加农光炮 还好我回血了 哇 说是还好啊 但是我扛不住下一次啊 那我得再回一个 全板上要吧 全板 好 怎么样 西法防守 他只要不用加农光炮就行 暗影球 他用了换挡 怎么样 耶 再受了霸基亚娜 神兽霸基亚娜呀 哇 很危险 他要连续用加农光炮 我们这次就完了 这次是谁 菊草叶 菊草叶 精神强烈 居然秒不了 他用了魔法液 哇哇哇哇 他92级 比我级别高好多 精神强烈 可以了 来再回一个 厉害上要要用光了 下一只 哭哭面具 来吧 这个家伙没见过啊 但是呢 他应该是鬼系的 我们用 暗影球 秒杀 可以的 好 又到闪光了 是谁 直接被抓住 伯克基斯 暗影球 他用了神速 没有影响到我 好的 哇 效果不错 才打这么点呢 哦 不对 他不是 超能 他是妖精 他是妖精 我每次都记错 他是妖精的话 用什么都行了 精神强烈呢 波导弹 没有影响到 好 这次不错 再来个 精神强烈 他用神教猛技 消失 不给他机会 耶 五万多的经验 太重要了 好 小狐帕能创造奇迹吗 好 小狸被我们克制的 我们有超能 而且他的斗蟹 影响不到我们 精神强烈 秒杀 耶 三万五经验 到手 白得的 下一个平台 闪光的 出现吧 腾腾蛇 腾腾蛇 精神强烈 秒杀 太好了 再来 这次是多少集了 97起的脱颗忍者 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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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颗忍者 还好我们有鬼系啊 他是虫家鬼 最后对他效果绝佳才能命中 所以我们用暗影球 耶 命中了 那么该这个平台了 199 98 我们该到98级的了 是谁 小约克 精神强烈 可以秒杀 耶 我们也升到92级了 那么99级平台的是谁呢 多次居士兽 好像并不是很强 精神强烈 没有打死 他用缩入壳中 防御力提升 精神强烈 没点了 一词愿动 必定命中 耶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平台了 赶紧全部回上啊 来来来 厉害伤药 然后 小补技 小补技 OK 小胡怕真的能创造奇迹吗 就看最后一个能不能被我们克制了 如果能克制的话 真的有希望 出现吧 超梦 我可以 他是超能 我有鬼 虽然是很强 超梦能不能让我扔中你啊 超梦 超梦 出来 哇 没办法打 超梦被卡住了 好 我切个创造飞过去 在这儿 超梦 哎呀 没扔中 不行 超梦 我居然扔中了 我很好 那么 潜力气息 他用了高速猩猩 影响不到我 消失了 好的 躲避攻击 好 潜力气息打好多 再一个暗影球 他用高速猩猩影响不到 耶 盖掉了超梦 奇迹出现了 奇迹出现了 小狐帕在很福利的情况下 居然完成了挑战 哇 本来我们指望大狐帕能厉害一点啊 没想到最后是小狐帕 例外夸来 最重要的是100G超进程中 正好出现了超能力系的超梦 我们的鬼系是玩克他的 太棒了 耶 好 我们把大小狐帕的雕像来雕刻一下 好 这就是今天完成挑战的大狐帕和小狐帕 非常不容易啊 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挑战啊 同时非常感谢 给我们提出好的建议的观众 如果大家还想看谁的组合的话 不妨在影片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根据大家的留言情况来决定下一次用谁来挑战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神兽大挑战的话 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 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